哈囉 大家好 我是土杰 今天帶大家來到的是 西安的碑林博物館 甚至上面還有提到 關於過聖誕節節慶的事情喔 嘿 快點訂閱 在這裡面呢 展出是從西元前200多年 也就是從西漢的時候開始 一直到明清時候的碑文 裡面總共有3000多的碑文 可以讓大家仔細來看一看 除了知名的書法家之外呢 大家應該知道 清朝的乾隆皇帝最愛寫字了 裡面有很多的魏晶時代 或者是唐朝的時候的碑 可以讓大家仔細來看看喔 Let's go 一起看看吧 那其實走進來了碑文博物館之後 第一個大家會看到的是文廟兩字 因為事實上在以前這邊是孔子廟 所以外面所有的東西呢 都是照著文廟 也就是孔子廟的規制所做的 像這兩個呢就是叛池 這是做什麼用的呢 其實大家可以去看以前的一些 其他的建築或是大戶人家 他們的叛池呢都是方方正正的 但只有在孔子廟裡面是可以做圓的喔 因為表示呢只有孔子才有圓滿的 這一些豐富的知識文化可以帶給大家 那以前的學生們就會從這個叛池的中間走進來 表示他們真正要進來開始求學了 同時之間呢文廟這邊總共有三個門 正中央的門呢就是在祭祀的時候 祖祭關才能夠走的路 其他的文武百關啦 或者是其他人員必須要從兩邊的左右通告經過囉 那我們接下來就一起走進去吧 首先走進來的這個是擠門 也就是以前的文官或是武官 在這邊都要整肅自己的態度 武官呢就要把武器放在這兩旁 才能夠進去拜我們的孔子啦 首先在這裡面看到的呢就是錦雲中 這是唐瑞宗李誕所親筆留下來的真跡 如果覺得有點陌生的話 大家應該知道武則天吧 他是武則天的第四個兒子 其實他的人生應該是激進壓抑的啦 從他的文字上面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那這個呢最主要上面的文字寫的是在宣揚道教 因為老子也是姓李的原因 那在這邊呢就順便跟大家聊一聊有關於宗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念過一個詩詞 叫做夜半終身到客船 以前到底為什麼終身可以響徹雲燒到十里這麼遠呢 以前其實很考究 在宗的旁邊呢他們會希望可以有一圈水 就是或者是像護城河這樣子 除了水之外呢旁邊要種梧桐樹 因為梧桐樹裡面是中空的 所以當鐘聲一敲之後經過水 下面會有共振到達這個樹林裡面 就可以完整的把聲音傳出去囉 很多遊客呢到這邊一定會跟這裡拍照 你上網搜尋碑林也會先看到這個瓶子 那比較多人會跟我講說 欸怎麼碑上面少了一點呢 其實在以前古代寫書法的時候 最注重的是什麼 左右平衡 所以這並不是錯字喔 以前一直都是這樣子寫下來的 在這個這麼大的廣場呢 其實以前本來是孔子的大成典 不過現在在這一邊呢 是為了要守護這一個碑 也就是十台孝金 是由唐玄宗親自留下來的墨寶 當初要建這個碑林呢 也就是為了要保護它 唐玄宗到底為什麼在公元的745年 寫下了這個孝金碑呢 其實是跟她跟楊玉環 也就是楊貴妃非常的有關聯性 大家如果知道歷史故事的話呢 唐玄宗一開始愛上了楊玉環的時候 其實她已經是她兒子的老婆了 那為了要名正元順的 把她變成自己的女人 所以當時呢在740年的時候 她就跟她說欸不然你就以這個 要哀悼我媽媽過世為理由 去當尼姑 那就在用這個過程之中呢 讓楊貴妃順利的成為自己的妃子了 而在當時很奇妙的公元745年 為什麼要寫這個孝金碑呢 據說是為了要告訴她的兒子 兒子啊你呢要孝順要對老爸好 所以你的女人也就是兒媳婦 當然也就是要侍奉我啦 呃...我覺得聽起來 感覺好像就是想要跟兒子好好的喊話 不只是要告訴她孝順這件事情而已囉 那進來呢可以看到這個 也就是十台孝金呢 最主要就是建於三個十台之上 所以才叫做十台 在上面呢就是唐玄宗的真姬啦 最上面的這個地方呢 則是用她兒子來提的字 在整個碑林博物館裡面呢 總共有三千多個碑 有展示出來大概一千多個 在裡面所有儒家的我們說十三金 在裡面通通都可以找得到喔 那其實除了教科書之外呢 有很多知名的書法家 透過這些碑文也可以看到以前的文化 或者是節慶 像這個我是覺得很有趣 它叫做大秦錦教流行中國碑 是裡面大秦是指哪裡呢 是一指以前對於古羅馬帝國的稱呼 錦教就是現在的天主教或者是基督教啦 甚至上面還有提到 關於過聖誕節節慶的事情喔 那在碑民博物館裡面呢 也可以看到這種方方正正的叫做木製 那它跟碑最不一樣的是呢 它這個是在木裡面的 並不...那一般的碑文的話 就是立在土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那這個真的是要挖出了這個木 你才會看得到裡面的東西喔 那接下來在這裡面呢 可以看到師父們正在做踏片 也就是說剛剛有提到了 裡面有很多的書法家 或是皇帝的徵集 要怎麼讓大家可以帶回家呢 就是把宣紙鋪到了我們的碑文上面 然後用松煙末呢 一遍又一遍的踏印 就可以讓大家把這些作品帶回去囉 其實非常費工時 要經過三次到四次的踏印 才算是完成這個作品 那接下來一起進去看看囉 把紙踏上去等它乾 就可以拿下來變成 牆上的這些作品啦 那接下來要進的是 碑林石科藝術室 在這之前呢 可以先看到這個 是他們的山馬莊 也就是以前的大戶人家的外面 就會讓大家可以這個 把馬拴在這一邊 最後呢 然後帶大家看到的是 招陵六郡 這個呢 就是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林青裡面 大家有一個斜坡會走下去的時候 旁邊臂上面刻的六匹馬 也是當時陪它征戰無數的豪馬 那在這裡面呢 可以看到的大部分都已經被破壞掉了 只剩下兩個比較完整的 其實反而他們就是複製品啦 可以看到像這個 當時唯一留下來有比較完整的呢 這一匹馬叫做薩鹿子 當時他身中了劍 那還是繼續陪他一起征戰 然後當時他們就是 急著想要幫他把這個劍上面拔下來嘛 非常痛的樣子 那包含這一匹馬呢 也是陪他征戰多年 當時身中了九隻劍 也是非常不容易啊 如果你喜歡我這一次為你收集到的故事的話 不要忘記要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Facebook IG 都可以找到我蹤跡 突接一起迷路旅行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已經要關門了 只剩我們了